字幕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子耳师傅 今头我们又继续讲三罗神法的一些比较高深的心法 这个白板系列里面会讲的事是比较高深的 很多知识里面的一些不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就讲过了 比如说什么叫天玑密码,什么三才五行的那些 所以请你不明白未听过,可以看舊的视频 我们是继续会当你已经听了旧的视频 继续讲 因为如果不然要再重复就很难的了 这些事情会要讲很久的 我们已经尽量短都已经很长的视频 所以是要继续缩一下的 那么你们当然了 欢迎去看旧的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何谓法术中的兵马 你整个会听到我们法术中就会讲兵马 什么叫做 拿一些兵马给人 什么叫天兵天将 其他派怎么讲的 三罗神话里面讲的 绝对不是一些古装人员 然后拿着矛 或者拿着刀 然后拿着刀 绝对不是一些生灵 法术的兵马不是任何的生灵 不是任何的灵体来的 它们不是一些神仙在上面 然后兵马来了 然后有些着实盔甲的人就嘎 扫扫扫扫扫扫 不是那些兵马 绝对不是 不是这些东西来的 OK 兵马是一个我们法术中用来形容能量细胞的东西 我先拆一拆这个 冰 这样 先用天气密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旧的视频 但是这样我当你看了 那我再画一个天气密码出来 中道 你不明白真的要看什么叫天气密码的货 因为全部都在那里讲了 冰马的冰字第一画是由这里撇下来 这个是说中道 这个中通媒介将所有的资源使用消耗 使用之后产生了动作 将这个动作带去传授给被动方 然后这个中道媒介就完成了他的动作 接着将这个主动方的动作要达到结果 完全传授给被动方 接着呢 在这个中道媒介和主动方之间呢 就已经注入了所有的结果了 他那边呢 另外这一边呢 被动方和中道之间呢 就又得到了所有的元素 和作出了反应就是冰的意思 简单来说冰这个是一个能量的轨迹 不是一个好像真的有一些天兵天象 那些人这样掉下来 接着就会做的东西 不是 冰在法术中的意思是一个能量 透过中道媒介使用了这些能量 和外面的事物作出了一个母曲的动作 就是说做了一个好像大家互动 和外界互动的东西 将作法的人呢 行法的人呢 想达到结果带了给旁边 然后他呢 已经摆了他的元素 令到那样东西可以产生 这个就是冰 换言之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一个你用了一些法术出来 那些法力里面的能量细胞 这些能量细胞就是用来去消耗 接着就会做到东西的 这个就是法力中的冰 法力中说的冰呢 是一些好像先天能量的细胞 好像我说我们血管里面的细胞 一粒粒的细胞呢 那些就是我们的冰 里面的冰 血管里面的冰 这些冰呢 我们说法术的冰呢 可以拿的那些呢 就是叫做龙兵 是先天龙气 什么叫龙气呢 麻烦请看 那个secret of the dragon 我们那个系列 英文那个伯伯系列 讲了 何谓龙气 龙气的冰 就是法术的冰 马 马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里 这个中度的媒介呢 有了主动方的原权 原权的传承了 有了它的动意了 有了动作了 将原权带下来 开始产生动作 跟着呢 在这个主动方和中度之间 动作就开始动了 产生了一个结果 给带动这个被动方 进去一个结果点 然后产生了这四点 这四点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地将所有元素 在主动方搞定 主动方和媒介方之间搞定 媒介方自己搞定 媒介方和将会发出来 给它那一方已经搞定 是完全注入了 就是说 有马这个能量轨迹呢 就是说 它已经搞定了 它已经做完它的事了 在这方面 现在下一个地步呢 就是要留给它 被动方去继续了 这样 它可以开始 在鼻动方开始动作了 所以说有马力呢 就是那些东西呢 可以有动力去推它去生成 就是叫有马力 你的车有马力 就是说 那个力量呢 可以帮你的车去推进的 可以去动的 就叫做马力 法术中的兵马就是说 那些力量的分子 而那个分子是可以帮你的力量呢 推出去去动的 它动作的就是马力 就是法术中的兵马 所以呢 每一个 每一次行法 你去拿一些法力的时候呢 就会有兵马了 OK 那些兵呢 就这样站在那呢 它就不动的 或者很慢的 就是 当你给它一只马 给它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说是马 不是好像马 当你给它 马 哎呀 好像鸭 哈哈哈哈 没理會 当你给它 马 它 那是不是可以走得快些 啊 这个是个比喻 不是一个 好像说 你那些法术呢 真的会有一些人 那样的兵出来 接着就骑着马 就去你那里 这是一个错的 不对的 OK 不懂心法 就会觉得是 这个心法呢 很紧要 法术的兵马论呢 是用来形容呢 我们的法力的能量分子 下来之后 有它的火力在那里 有它那个好像可以移动的能力 有那个力量 可以帮你的法术呢 由这里的能量 传到这里的能量 这个很容易会移动的 这个马力 就是那个能量 这一种的力量 可以帮法术 由这里这样 绝推到这里 这个就是马力 这个就是马了 那种元素就是马 而那个主体的能量呢 就是兵 通常呢 我们叫 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九个兵 一个将军 就是一条军队 九兵 一将 就等于 一个军 一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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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将呢 将呢 就是 九个兵 其中一个 带着它们走的 你可以想想像绿豆那样 绿豆呢 一条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兵 里面呢 肯定是有一粒将在里面 就是这个将 就带着这个行 这个鲍衣呢 就是那些马 就是包住它们一起的 有时候又叫它 它是一条船 又可以是马 又可以是居 就看下 这些兵呢 在哪里做些什么 就会有不同的东西 现在我们讲兵马 你知道 一个细胞 里面有九个分子 每个分子就是一个兵 这个分子带头的 可以带这个细胞 去哪里的 就是将 就是这个将 它们一起 加上就是一支筋 就是这样 我们之前说过三戒九身的关系 三个空间 天 地 人 三个空间 分别有 一 六 八 之前说过了 你现在不明白了 因为你没看过旧那些 请看什么叫三戒九身 如果 你那些法力的兵马 是在天界那里来的 譬如说你自己的灵源 灵源那里来的 就叫做天兵天杖 你的灵源里面自己 天界里面那些能量 就叫做天兵天杖 如果在你的灵魂里拿的法力 就叫做地兵地杖 如果在这个灵魂里呢 这里进来人界的 将会这个叫做水道 传送中的 传送中的 那些就是你的水军 虾兵蟹杖在这里 这就是虾兵蟹杖 它就是那些传送中的能量 也有同时间 如果不是说 刚刚我们说的灵源灵魂人身 这些就是 我没说过人身 人身 自己身上的 肉身 发生身上的 那些能量呢 就不是天兵 又不是地兵 那些叫做弟子兵 是你自己的亲兵 是根身的 亲兵 那如果我们说的弹呢 你的弹就有这个168的 你不明白 那是三界救生 那弹的168呢 你就有你自己 现在的实体 八八这个实体的弹 这里有一个弹 这里有一个灵弹 一个圆弹 一个发弹 一个发弹 你自己的能量 在这三个弹 一个弹的三个空间 去做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了 你弹的一百区先天真弹 发弹 先天的弹 先天的状态 一百的状态 这个时间呢 就是天兵 你这个弹 如果拿着灵弹六百的东西 你就拿着地兵的东西 而如果你去到八百 你自己实质上 现在的弹 实体这里的东西 这里呢 在弹兵 就是现在实体的兵 就是弹兵 那呢 什么叫做雷兵雷将呢 雷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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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当这些兵呢 在雷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当这些细胞雷的时候 雷动的时候 即是说那些兵呢 已经在做东西 这个就是真正的法术上讲的兵马 所以呢 这些兵呢 不是好像有人那样 好像有些人 真的有些马 那样 哇 为什麽又邀请人下来 又邀请马下来 那样 这个是错的 啊 我们要的兵马 不是真人的兵马 即是不是好像有些人 站在那里 哇 我邀请兵马下来 对拎它 不是这样的 但是 用这个兵马论呢 可以帮助你明白法术得快些 容易些 亦都因为这个兵马论 是非常之贴切 形容一些东西 很相应到法术里面的元素的 所以呢 是很容易明白和学习法术 如果你当它是兵马那样看 有适当正确的心法 当然你不可以当它是 真的有那些人那样 对对对的兵马 你要知道它是假的 不是那些兵马 是细胞 那你当它是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和容易学习很多 比如说 你 就是你在学这个道理的时候 比如说 有一个 你的朋友 和你大家都学法的 OK 它有烂的 现在 它被搞的 你可以做的就是 过兵马去它的弹道 就是说 你将你的法力 过了法力的细胞 去它的弹道 就叫做 由兵马在它的弹道震守 好了 那这些呢 就叫做行兵 就将你的兵走过去 放兵马过去 令到你的法术上面的细胞 那些能量 过了它的弹道 过了它的弹道 过了它弹道之后 做什么呢 有时候你好像先放在这里 它要用的时候 自己会用的了 是吧 就是它再去行法 做事的时候呢 就会用了你的兵 你的兵马 如果 那个人 是 就是 他是 不做任何事情的 只要有兵马有什么用呢 哦 那当然有了 你想想 兵马 坐阵 已经有阻吓式的作用了 增强了那个防护的能力 人家要侵你 你多兵马的 他又会侵不入的 懒入了 保护了它 是不是 又防了它 防了外面的攻击 又可以帮你 将现有的东西 保管 令到不要被人拿了去 所以这些呢 就是兵马的作用了 那如果 你有难 你又可以向 就是当是 学生学神公安 你有难的 有事的 你又可以学法术 用法术 去向法墨 去请一些兵马 去奉请兵马 就是说 你向法墨 就是整个派 不同的残 去请那里的能量 去你自己那里 去帮助你自己 因为你求救 那那些兵马 就会来了 那当然 不是说真的 那么容易 麻烦 兵马十万 麻烦 三十万 没那么快 是不是 要有兵马 你那壇 就要有兵营 没有兵营 那些兵马 放在哪里 要有兵营才行 没有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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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兵马 是怎样的 多漂亮 先说兵字 哇 很厉害 兵营 喂 没有兵营 你的兵马 放在哪里 你的兵放在哪里 即是说 OK 我 过了很多血 给你 喂 你也有个地方 放那些血 对不对 你不用的 你有个冰柜 要放 不知道是不是冰柜 对不对 就是储存库 对不对 你有你的兵营 你没有东西 储存了 那些东西 你怎样可以留在哪里 那些东西 会变的 对不对 没有地方会走的 就说 好像你这样 法然那些气体 我把那些 那些气体 过给你 你有个容器 去装住气体 或者去吸收了它 如果那些气体 你没有气瓶 去装住它 那些气来里 它会散的 法力呢 是能量来的 能量过来 你没有东西 承载的能量 那些能量就会消散的了 就会像记忆那样 好像意念精神力量 想一样东西 我给你 我过了这个想的力量 我告诉你 你没有个心去装在 那些精神力量 就会 然后不见了 你所欲入又欲出的了 因为你都没有 成在在那里 没有东西 成在它嘛 你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那样能量 所以 壇上面 所有的物件 所有的法器 比如说 木鱼 香炉 竹台 法剑 桌子 灵符 全部有法力去整进去的东西 你的神牌 全部那些东西都叫做一个兵营 你这件袍 你这件帽 你这件帽 都是一个兵营 因为你要开刚了它 令到你要练法力进去的 它是一个承载法力的东西 就是一个兵营 你自身为何要有帽 有帽 有鞋 是因为你正在练你的身法 你那些能量呢 入了身那里 你要将它 你自己的身 承载不晒的能量 要有些东西 帮你打包 那你慢慢慢慢 打包得多 你就会累积了一个 一个法器 就是这件帽 或者是帽 它将你吃不晒的能量 就修炼了 接着吸收不晒的 就放在这里 就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帮助你 遲些用 给你遲些用 或者你用不够的时候 它可以用一些卡 帮你补上 这样的情况呢 才是练法的 一个正确的心态 就是说 你自己又要练功 练在自身上 你又要练在帽 你练在帽 你练不练 或者你练帽 不练 你身法练的东西 可以吸收到有限 剩下那些什么 浪费了 吸收不到那些能量 不爱了 由它走去 所以就要穿帽 帽就帮你吸收成余的东西 然后你累积了之后 当你行法 要做一个法术 譬如说 你要帮别人驱邪 你打他 不知什么出去 你做的时候 你忽然间 你不够力 或者你状态不佳 或者你要多些力量去 谷下去 才可以令到 这一只东西会叩柴的 那你就要将你那个 袍啊 帽啊 那些东西 谷出去 那你才可以 加力的 它就变成了你身体的一种加持 而平时呢 它就是你的身体的护持 你做事呢 它就保护着 和陪着你做 那令你做事呢 是更加得力 有什么不够呢 有些东西好像补偿 那样占着的 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有法覆 为什么有袍啊 又等等 就是这个兵营啊 兵马 就要有兵营啊 你这个痰 如果这个兵营什么鬼都没有的 那你的兵营很少咯 有些人呢 用兵营呢 就用一些旗 有些呢 就用劍 有些呢 就用其他东西做兵营 很多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做兵营 但是这样 不同的物件 它那个兵营呢 作用就不一样了 有些兵营呢 用来煮饭的 有些兵营呢 用来 写文书的 有些兵营呢 用来打铁的 有些兵营呢 用来是练功的 那 练他的武力的 是不是不同啊 兵营都很多种的嘛 不是好像兵营 那全部都是兵营的 是不是 我们的兵营呢 是分了部门的 不同的物件 不同的法器呢 它有它的作用 它就是一个兵营 但是你放不同的兵下去呢 就练那些兵去做那样东西的嘛 譬如说劲那样 OK 哦 我们练一些东西下去 把劲到呢 那些兵呢 只是做劲做的东西的 你的木鱼 你练那些兵进去呢 那些兵呢 只是帮你做木鱼的东西的 是专业部门来的嘛 它不是好像 冰啊 什么冰都可以的啦 总之有人过来做东西 不是这样的嘛 是不是 你的旗呢 里面又有兵 它是做那些旗 要法令做的东西的 有不同的 所以呢 不同的物件 练了那些能量下去 就是练了那些兵 那些兵马 我们平时每日做的东西上香 每日都要上香 用不同的方法去上香 就是驻兵 和练兵的方法 你上香扔你的心就啊 只要进去那些香 用不同的渣香手势 就是可以锻炼到 你和那些兵之间的沟通渠道 或者可以摆多些兵下去 注下去的弹度 你也可以选择是 令到那些兵呢 听令的力量的能力更加高 就要知道它会听你的话 有呼应的力量 会听你洗 是吧 如果兵不听你洗都不行 有很多不同的上香方法 不同的上香的脂啊 或者是怎样拿下 用什么咒语 就决定了你怎样去练你的痰的兵 每日上香的时候 就将痰去练 接着练了之后 就将这些东西练回到身体里面 你的身体又练回到这些兵了 所以透过不断的来回这样练功 就是不断在练练三界的兵马 练练三界的兵马 就是让你自己的生命 令你的生命变好 令你的法术有了本钱 你正在练练这些能量练练 你便迟些使用了 就好像说 你有兵马 你就可以用来做事 没有兵马 你怎样做事呢 没有兵马 没有人帮你做事的 所以就要练兵了 而练兵不可以 你可以想说 兵就像人那样 你不可以像一个人就行的 你有人 是不是有时候要聘教头 来教兵呢 你就这样有人 那些人是不懂事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练兵就一定要 学法的人 就一定要吃你师傅的福 要吃上级的福 因为呢 他们的兵呢 是比你强 那就好像 请了一个教练 一个比较高深资深的人 去教你的兵 怎样做事 怎样打仗 那你要上堂才会增仗的嘛 要不然呢 你有人 你只叫那些人 他什麽都不懂的 未学过 未见过世面 你只叫他 继续叫他 掌上压 可能掌上压都不懂做的 那些人 然后呢 只会碰上墙的 那你什麽都不懂做的 你那些兵是无能的嘛 你要教他的嘛 怎样教呢 当然不是自己教 用一些高级的兵去教 你的师傅 你的比你高强的同门 等等 那大家就会 食符中 就会练兵了 或者有些 就请了符 回去化乐坛 那就是练兵马了 那兵马强壮了之后 你再行法呢 你那些能量的细胞强大了 可以做的东西多了 可以行的法术呢 又比较灵验 还有有力 那你使用法术的时候呢 才是更加可以说是有效的 如果不是呢 你不练兵 那你的东西 你好像行法不练兵 就好像叫那些人 只是去打仗 打仗 打仗 不是打得多仗 就会变成高手的 人家真的受过训练的那些 你呀 不用打很多仗的 真的受训练 和没有训练的那些 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用这个兵马论呢 可以很容易明白到法术的 能量细胞 如何運作 和一个人学法 正确的心态是应该怎样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家 只是自己练就OK的 那你就死定了 因为你的兵呢 什么都不懂 你只是在家 自己练自己的东西 久了呢 就会不进则退 你的兵马呢 就不会强壮 就会退步了 所以一定要有 整天都要上进 你的兵呢 才会练得好的 要不然呢 那些兵呢 就会不进则退的 好了 讲到这里 那就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呢 请你留言 和看我们旧的影片 记得订阅 按个like 还有呢 如果你是想学三罗神功 正式学法的 欢迎是电邮我们 那我们可以 带你进去过教 就这样的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